这个环境我在很早之前就把它做出来了 一直在试验它好不好用 开缸到目前为止将近三个月时间 终于能把它放出来了 如果有想学习和模仿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把这一视频看完 整体的大容器是采用的60x80的周转箱 整个环境没有过滤 完全是靠中间的停水植物来进化水质的 大容器中有八个隔离盒 尺寸为23x17 并且每个隔离盒当中呢 也是放了浮屏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整个环境最重要的点就在于它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是在我家的阳台上 能够长期晒到太阳 中间种植的植物呢叫春雨 由于可以长期晒到太阳 植物的长势是非常好的 包括每一个隔离盒当中的浮屏 也是直接爆满 那这样的一个养龟环境 适合养什么龟呢 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淡龟 由于我在每一个小隔离盒当中 都放了浮屏 这就导致了某一些草龟小青 是不能养在这里面的 不然浮屏就会被吃掉 所以中间的位置 我用的是一个花盆 可以给大家很清晰地看到里面植物的一个构造 是直接将带土的植物丢进去 然后将这些植物进行水培 目前为止 整个环境里面的龟是没有出问题的 并且整个环境三个月没换水 都只是往里面加水 初期在植物的选择上 我用了水竹和春雨 但目前为止发现春雨的长势非常好 并且春雨是往四周延伸的 这样呢也可以遮挡一部分阳光 容器的侧面是有一个排水孔的 并不是说整个环境可以不用换水 我们只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使它延长换水的时间 如果是我们的密度控制合适 那这个环境是真的能做到不换水的 今天提出的这个方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做一个改进 喜欢这样方式的朋友们呢 可以给我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